李显龙总理表示 过去20年来 内安局和我国各个安全部门保持警惕 同时反应迅速 对抗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 总理也强调 我们必须继续强化社会联系 并在社区内保持警觉 才能保障国人的安全 李显龙总理在Facebook贴文分享 我国安全机构对抗恐怖主义 和暴力极端主义20周年的报告 总理表示 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久后 内安局在2001年12月8号 发动对付回教祈祷团的行动 回集团当时正密谋攻击我国多个目标 包括美国大使馆 张仪机场 益顺地铁站和我国输水管道 以制造混乱和恐慌 一名机警的国人及时提供线报 协助内安局破获回集团网络 总理也强调 如果当时真的发生恐怖袭击 我国多年来辛苦建立的 社会和谐与凝聚力将遭到沉重打击 索性内安局的安全行动和社区的警惕与支持 有效地削弱了回集团在本地的网络 总理因此呼吁国人继续加强社会凝聚力 同时在社区保持警惕 以挫败未来可能遭遇的恐怖袭击 从容量人继续加强是现在的 社区保持税 和理政策 全部名剧 了解了方便 加强社会击好